由美國航空母艦杜魯門號率領的海軍戰鬥群 在最近的地中海執行空襲敘利亞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任務 宛如一座海上城市的航空母艦 每一次出動動員官兵就超過五千人 在長達好幾個月的部署當中 除了作戰人員任重道遠 照顧官兵一天三餐的廚房 也是忙得跟打仗一樣 穿著黃色上衣 黃色背心 俗稱射手的彈射官 負起航空母艦戰鬥機群起降的全部責任 他們要在跟帝國大廈高度一樣長的甲板上奔波 確認艦載機起飛前 各項作業妥善無誤之後 下達全數起飛信號 4.51亩的飛行甲板上最多可容納90架戰機 這件戰機具備摧毀船隻潛艇 飛機跟陸地目標的能力 空中作戰任務一天可能持續長達12小時 由於每趟任務出勤人員超過五千人 部署時間長達好幾個月 如何保持官兵士氣高昂 照顧好每個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同等重要 因此航空母艦上也提供簡單的健身設備 給官兵們鍛鍊 另外也會挑選一些電影放映 提供官兵娛樂疏解壓力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顧好 鍵上官兵的場位 航空母艦的廚房令人嘆為觀止 一整天要準備的餐點高達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份 並排放置的一整排大鍋 爐火沒停過 平底鍋上滿意食物 烤盤上一次有好幾十個肌肉片 同時烤製 航空母艦上的官兵形容 這裡就像一座海上城市 航空母艦上還有迷你超市紀念品商店 理髮廳以及一家咖啡館 來滿足艦上官兵各式各樣的需求 記者陳秋梅報導